给你十亿让你杀人,你会杀吗? 如果这个人是个人渣呢? 就是他 这个男人八年前因奸杀少女故狱 没想到八年后刚刚出狱 他又故技重施,奸杀了一名八岁女童 满心欢喜的以为再做几年老就完事了 然而这次他就没那么幸福 他杀死的那个女童是当地有名富豪的孙女 为了给孙女报仇 富豪买同报社发出悬赏 并在网上发布视频 直接将十亿日元摆在桌上 号召全国人民一起猎杀凶手青丸 视频一出,立马引起渲染大波 日本警方想要关闭网站 却发现网站的供应商在国外关闭不了 而之前帮忙发布悬赏的65名报社员工 也全都不约而同的 在凌晨两点向公司提交了辞呈 很快第一个人动手了 是个外卖小哥 他知道青丸家的住址 靠着送外卖的借口 他来到青丸的家 然后趁他不注意 拿起一根铁笨打了下去 不料却被他躲开了 结果一番打斗之后 青丸身负重伤的逃了出来 俗话说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于是他主动来到警局自首 警局顿时乱作一团 为了把他安全转送到东京 警方派阿强四人贴身保护 叮嘱他们 一定要把青丸活着带回东京审判 因为这维护的是警察的尊严 出发前期 同行的女警问阿强 阿强说 可他没想到的是 这件事的严重程度 已经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第一个动手的外卖员 虽然没有刺杀成功 也获得了富豪一亿元的赏金 在这条新闻的刺激下 一夜之间 全国人民全部化身赏金猎人 不顾一切 想要杀死青丸 而青丸也在押送的途中 接连发生意外 起初他被一名看守警察刺伤 送到一夜后 又差点被一名故事下毒杀死 就连用来押送他的飞机 也被人做了手脚 想要他坠机而亡 无奈之下 警方只好出动大量警车 并且不惜动用五辆 一模一样的球车掩人耳目 看到这种阵势 就连警察都忍不住吐槽 这就万无一失了吗 突然一辆卡车逆行 冲进黑头队伍 自爆了 死伤一片 但是青丸并无大碍 而爆炸声引来了 无数围观群众 他们的位置 也随即被暴露在了网络上 两名警察趁乱上车 直接掏出枪 想要杀死青丸 危机时刻 阿强挺身而出 用自己的血肉之躯 挡在了他的前面 这是个彻头彻尾的恶魔 前后奸杀两名少女 并将尸体丢弃在污水沟里 但警察却对他24小时贴身保护 甚至不惜与全国人民作对 用身体为他挡枪 为什么 听我说下去 幸好阿强穿了防弹衣 他醒过来之后 想上司提议 用大部队做诱饵 而他们悄悄改做高铁 送青丸到东京 然而没想到的是 他们的位置竟然再次暴露 可这个计划明明只有他们几人知道 难道有内鬼 几人相互猜忌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他们互相脱衣检查 但都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地方 就在这时 一群黑帮气势汹汹的朝他们走来 二话不说 直接就是一枪 打中了一名年轻警察 临死之际 他看着阿强 不甘心的问 所有人都沉默了 只有青丸幸灾乐祸的说道 真是讽刺 很快 列车到站了 所有乘客瞬间涌出 一个大叔 震乱挟持了一个小女孩 威胁他们交出青丸 老警察苦口婆心的劝他 不要做傻事 但大叔因为被追战 早已走投无路 高举匕首就要刺下 危机醒客 老警察只好开箱 将他击毙 但他自己也因此被隔去了警职 一天之内 警察被害 市民被杀 而真正的罪魁祸首 却在一旁看戏 眼看想杀青丸的人越来越多 为了安全起见 阿强只好把闲杂人等 全部赶下高铁 让驾驶员直接开到东京 可刚到半路 突然一个警察 列车员前来报告说 轨道上有障碍物 不能继续前进了 他们只能下车 徒步前进 就这样 走了大半天 每个人都累得够呛 好不容易碰到一辆车 结果司机 同样是来杀青丸的 而这个人 就是八年前 那个被青丸奸杀女孩的父亲 看到这个父亲 歇斯底里的怒吼 青丸丝毫没有悔改之意 反而笑着 对这个可怜的人说 恋爱的父亲 杀人犯在车上悠闲地坐着 警察却在下面相互猜疑是谁暴露了行踪 这时阿强突然发现 同行的一个男警不断抚摸自己的左手 有些不对劲 拉开袖子一看 一道伤口赫然出现在手腕上 果然里面藏着一个微型追踪器 男警谈言道 富豪曾答应他 只要提供青丸的位置 不用亲自动手 他也能得到十亿 咱们看来像青丸这种天生的渣子 如果没被判死刑出了监狱 还是会继续杀人 与其后面后悔 不如现在就为人民除害 拿到奖金后 他可以分阿强一半 这样一来 他们既为人民造了福 又得了钱两全其美 本来阿强很受触动 但一说到钱 阿强和女警带着青丸继续前进 可没想到男警回到警局后 还没死心 说阿强和女警变成了青丸的人剧 为此警方下达了对青丸的射杀令 现在法律允许他们杀青丸了 瞬间全国人民清朝出动 谁第一个杀死青丸 谁就能获得十亿 并且不用追究责任 没想到的是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就在阿强前去找车时 青丸趁二人不备 偷偷溜了出去 他来到一户人家门口 看到房间里有一个小女孩 顿时兽性大发 拿起一块砖头 准备进屋 好在阿强及时赶来 阻止了一场悲剧发生 真的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气得女警差点忍不住 对她开了枪 之后他们坐上了一辆出租车 眼看目的地就在眼前 这些广播里突然播放的 青丸母亲自杀的新闻 这位可怜的母亲 想用自己的死 唤醒儿子内心深处的良知 但恶魔哪有良知 就在阿强和女警 好心让他下车 缓解情绪的时候 他却趁女警不注意 拿起地上的铁链 狠狠地杀了上去 然后抢了枪 杀了个女警 等到阿强闻声赶来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阿强强忍着愤怒 质问青丸 为什么要杀一个 拼命保护她的人 但人渣却一脸无辜地说 终于阿强再也忍不住了 他冲上去一拳一拳 打在这个人渣的脸上 其实这几个人中 最想杀死青丸的人 是他 原来阿强有一个怀孕的妻子 但在几年前遭遇车祸身亡 那个赵氏司机 也是曾经撞死过人 出狱了 又撞死了他妻子 和肚子里的孩子 他曾多少次想要杀掉 那个赵氏司机 但他不能 因为他是一名警察 最终阿强还是遏制住了 自己的冲动 将青丸完整地带回了东京 因为他知道 自己保护的不是青丸这个人 而是身为警察的尊严 突然 一辆黑色轿车在他身后停下 一位老人走了下来 他就是那个发布十亿悬赏的富豪 老人一步一步走向阿强 站定 然后问 为了停止全民猎杀 阿强想劝说老人放弃报仇 但老人抽出拐杖里的利剑 向青丸刺去 还是被阿强制止 他失望的瘫倒在地 就在这时 青丸却突然捡起利剑 冲向他 最后老人和青丸双双被捕 实意委托 就此取消 法庭上 青丸被判死刑 法官问他还有没有什么话想说 他缓缓抬起头说 在审判前花这么大代价 保护一个人渣 真的值得吗 整个过程中 死了这么多人 到底是凶手的原因 还是老头实意买凶的原因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独立鱼 记得点赞关注 陪你看电影